欢迎欢迎所有的爸爸妈妈和小朋友们来到今天的管家婆日记 我是管家婆董元阿姨 很多小朋友都听过顽皮公主不出嫁 那你知道她还有一本姊妹篇吗 顽皮公主万万岁 她的作者是来自英国的巴贝科尔 由皮卡书乌向我们推荐 顽皮的酷公主又来了 这一回她的举动更为惊人 要不结婚就生个宝宝 幸运的是误打误撞 她真的有了属于自己的宝宝 可是这个宝宝不仅再次惹来 倒霉透顶的帅到家王子 还给顽皮公主带来了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好吧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顽皮酷公主住在偷偷乐一下王国 她特别喜欢和龙宝宝一起玩 就是会喷火的小恐龙 你猜顽皮酷公主在想什么呢 也许有一个自己的宝宝一样很好玩吧 是的 她想的就是如果自己也能有一个宝宝 不过我可不要和那些傻头傻脑的王子结婚 那宝宝怎么来呢 公主就跑去问自己的老爸老妈 老爸老妈 不结婚是不是也可以生宝宝 当然不行 你这傻孩子想什么呢 她的女王老妈回答 这一会儿啊 女王正在为即将举行的艺术展览 忙着编织毛线雕像呢 对了 女王又说 你来搞定我那个艺术展开幕式上的盛大宴会吧 准备多多的皇家汉堡吧 可人们一定会爱死这一口的 顽皮酷公主一点都不爱做饭 所以她拿起了电话 让皇家杂货店给她送来一些速成的汉堡包 但是通话线路出了一点故障 好的 公主殿下 您要的速成好宝宝 马上就送到哈 杂货店老板回答 顽皮酷公主匆匆忙忙的 根本就没注意到 这面包上的标签 就按照说明书操作起来 首先将粉末和半公斤的牛奶混合在一起 在高温下使劲地搅拌 然后 对 她加了太多的胡椒粉了 然后她用湿布盖上 等着面团发起来 最后做出的东西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你猜 顽皮酷公主 彻底把汉堡包丢在了脑后 她竟然做出了一个 她自己的宝宝 就是从 发酵的面粉盆里 出来的那个宝宝 不过 这个顽皮酷公主 她可高兴了 她乐开了花 虽然这个宝宝看上去强壮过了头 是的 因为 这个宝宝竟然把公主 轻而易举地就脱举起来了 天哪 宝宝的出现 把艺术展搅得一团糟 所有的皇家客人 都被吓得逃之夭夭的 除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他就是公主的坏叔叔 赖皮狗爵士 爵士一把抓住宝宝 他匆匆跑到 偷偷摸摸成宝 就是那个倒霉催的 帅道家王子的老窝 对 他就住在那个 偷偷摸摸成宝 你看这名字起的 这个王子永远忘不了 顽皮酷公主 是怎么拒绝他的求婚的 还把他变成一只癞蛤蟆 打那以后呢 这个倒霉催的帅道家王子呢 就和这个赖皮狗爵士 合起火来 算计着要怎么一举拿下 偷偷乐一下王国 这俩坏蛋啊 都觉得这个宝宝 正是他们急需的秘密武器 帅道家王子 口水滴答地说 啊 多可爱的小皮孩啊 干得太漂亮了 好哥们 这时候 顽皮酷公主 正在紧急地召唤 他的猛龙大队 我宣布 我们一定要把宝宝救出来 他落在了坏蛋的手里 哦 真是太可怕了 我最清楚当妈妈的责任 擅长喷火的阿妈龙说了 我有过三千个小宝宝呢 我知道你的心情 看我的 于是在阿妈龙的率领下 皇家猛龙大队 速速速地出发了 喷火龙们 对着城堡使劲地喷火 把砖瓦烤得滚滚发烫 城堡里的坏蛋们 一个个都赶紧往外逃 立刻就给抓捕归案了 顽皮酷公主和阿妈龙 从一扇窗户里飞进了城堡 又从另一扇窗户里飞出来 带着宝宝胜利凯旋 顽皮酷公主对自己的老爸老妈说了 就是这两个坏蛋 我已经把偷偷乐一下王国 从灭顶之灾救出来了 真不赖 我的女儿 正高兴我有这么个英勇的丫头 现在你可以学着 打理整个国家了 哦对了 我和你爸要带着我的作品全世界巡回展览 我们不在的时候 你可别让那个该死的孩子把整个国家给毁了 哦哦哦我得走了 再见 顽皮酷公主很快就发现 管理整个国家都要比管这个宝宝省心呢 自打她知道了自己有多大的力气 这个宝宝就真的成了王宫里的麻烦精 公主发出了一声叹息 可能有人生来就不该要自己的宝宝 不过她很快就想到一个绝妙的点子 顽皮酷公主去问阿玛龙 能不能让自己抱一个龙蛋回去养 阿玛龙回答她 没问题 我这正愁蛋太多了 不过你得记住 你可得在这个蛋上睡满一个星期 可怜的顽皮酷公主整整一个星期 都没能好好地合一会儿眼 她在这个蛋上 跌了九十几床被子 但还是觉得个得慌 不过这么折腾很直 突然那个蛋碰 这下好了 蛋里跳出了两只龙 自从有了两兄弟啊 胖哥和胖哥 宝宝就变得乖多了 她再也不敢到处惹事了 为什么 你知道什么叫一物降一物吗 于是当老爸老妈 打电话回来的时候 问顽皮酷公主 你把这个国家管得怎么样的 顽皮酷公主就老老实实地回答 放心吧 我已经把所有的事情 都给搞定了 是的 放心吧 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故事 有趣吗 宝宝加油 明天懂于阿姨 接着给你讲 明天见 感谢